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儿俩两口子 你气人不气人 有那么好笑吗 不是 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 哎呀 我受不了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保谱啊 是 你刚才不进来说跟我们全家过不去吗 我不是怕沾包吗 行 你家人厉害啊 我上一次来全家合着火的调理我 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 是不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们涮你 是你自己涮你自己 你可拿倒吧 我跟你说 锁你车不是目的 那你目的是啥 是锁你的车 为啥锁你的车 你老乱停车 你知道吗 那我停哪呢 小区有停车位啊 你进停车场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呐 没钱你买车 那不有停车位吗 我就买了辆你 有停车位你停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呐 没钱你买车 他不让我进嘛 你进呐 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 那他不是有停车位 我就买了辆车 他不让我进 我就买了辆车 他不让我进 我的车呀 你俩能不能从停车位你蹦出来呀 行 赵刚子 行 我拦停车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找不着你人 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上次拉你家电闸找你就找不着 打电话你就不接 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你还是不接 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 这在什么社会的还存电话多老土啊 那你说咋不图 加微信 加就加 扫一扫 摇一摇 咯一摇 你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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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气活 加上了 加上了 就是朋友圈了是不是 好 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 行 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 可以 是这样的 小区就是咱们的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不对 对家得爱护 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 乱停车别人都出不去了 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我是物业 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 对业主不负责 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 句号 在 我能不能回复一条 可以 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 我刚想去交 夸插钱包丢了 我刚想去补卡 夸插你把我车给锁了 你说我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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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丢钱包了 呢 你在哪儿丢的 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 那还叫丢吗 要叫丢 不是 你是不是 撂在咱小区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在小区 刚捡了一个钱包 哎呀 那是我撂的吧 那不一定 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 嗯 我问你 你那个钱包 是个啥样的 是个包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钱包里有啥 有钱 他们跟没说一样吗 除了钱还有啥 卡 我对你的智商堪忧 除了钱和卡还有啥 还有张照片 你等会儿 哎 哎 哎 这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哎 真有张照片 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 我妈 那不行 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 那咋要证明她是你妈的 对吧 你不能随便说呀 对吧 我咋证明我妈是我妈 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 你不能乱说 哎 哎 平保上是我妈 是吗 对 是 一模一样 这钱包真是卡的 那行了 乌亏远主 拿走吧 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 怎么的 怎么还呢 还搞个仪式啊 拿着 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 我不管多少钱 你看个钱少没少 啊 不是 我是形色着哪个二傻子捡了 能还给我呀 不是 你意思我二傻子呗 不是 哥 我意思 你是形色着别人捡了 你这个钱包不能还给你 那呗 别这么想 啊 你钱包里边钱再多 那也不是我的 那是你的钱 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 明白吗 咱这世上好人多 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 谢谢你 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 这会知道谢我了 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 骂我的时候了 我跟你说 你这钱包可不能对我 钱无所谓 你这样也不差钱 关键是你这里面卡多呀 你是没见到 全是卡呀 你这卡要到银行里面补万的话 那我就填皇帝了 明白吗 我对 还有 我呀 今天呀 锁你的车的时候 我一看 你这车呀 是考车 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 知道吗 你指定是个新手 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 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 天儿马上就要热了 容易爆胎 你要一爆胎的话 那就不是钱的事 是不是啊 对 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 怎么的 你要四个楼全换呢 哥 一开始的时候 你这个人挺烦人的 后来呢 熬过这一波呢 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 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子感觉呢 不太好形容 我就觉得吧 不太好形容 哎呀 松开 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 行容啥呀 哥他可爱 他可爱啥呀 一根筋 那是执着 二傻子 那是实在 专跟你过不去 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 那是不不有人费 他这头借驴 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 那就是一匹低调 而有性格的千里马 这个天哪 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 竟魚炸的 给我自己也吓一跳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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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爱情道路 就像你的事业一样 一个坎接一个坎的 赵经理 你一定得帮我 你知道这么多年 秘密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今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她 你知道吧 直到咱有车位 让我帮她站一个 你说我俩是关心 是不是今天你得帮我 把这个车位让给秘密 好不好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你此时此刻这个情感 我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喜欢你 但是这个车位呢 得给人家黄想黄留下 凭什么 你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刚才黄想黄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一会儿找我来 有大事跟我说 他说了 要不给他留这个停车位的话 这个事就能出路 他说 第一 它影响我的形象以及隐私 第二 就是关系到社区 以及我个人的安全 第三 最关键 他说了 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而且他还说了 否则 他就嘟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了 你说否则 他万一否则了 还能带着起这个责任吗 会了呢呀 对呀 所以这车位得给他留下 你说呢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正理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张脸 大一味琴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吗 哎呀 好样的 我跟你说 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脸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啥意思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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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啥意思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 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啥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说这个话 我听这个酸呢 你想想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我就不能升一级 哎呀忘了 我就一直跟着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当正经理 这得当正经理 哎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 我田经理 什么纸质 嗯 好的 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 你放心吧 马上到 哎 我去了啊 哎 对了 那个 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你干啥呀 第一级你炸的 尊敬的业主 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呦 训练挺有素啊 受谁指使啊 赵副经理 赵副经理 你办事啊 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 啊 这是什么 哎呀 什么你 什么隐私 什么 啥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事实安全 他安全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呀 后半生 要是没有这个排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我后半生 有这个排位 我才活不了呢 哦 车位 但是就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吧 严重啥呀 啊 造他玩的 就刚刚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皮静一上来 什么人说话他听 不是 不是 不是我不明白 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就是我 我我我导得隐私 我没有的事 你的意思 我动他玩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啥意思 在这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 那叫啥呀 套路 漂亮 漂亮 完美 黄小黄女士啊 你看见前面这个路了吗 看见吧 一直走 一直走 对别回头一直走 怎么了 简直走 然后又转去到你家了 赶紧回去吧 我看谁啊 我看谁啊谁啊 谁那么正经啊 哎呀妈 这有正经 爸 你怎么这儿打呢 你偷不来清了 吃什么肉 老板娘 我烤的两串蘑菇好呢 啥蘑菇啊 我这儿就不卖蘑菇 这烤两串大串吧 爸 你看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那医生都一再说 你这身体不能再吃肉 不能再吃 你怎么就没记性呢 你看咱全家人陪着你 一块都仨就没吃肉了 你跑这儿吞着那串 你对得起我们吗 我跟你说 要让我妈直到回家 收拾你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那肉有啥好吃的 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呀 蔬菜 对你身体多有好处啊 你看我 我就不爱吃肉 这二十多年了 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 我就爱吃肉 这五十多年了 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 爸 你看你哪这样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偷摸吃肉回家 我告诉妈 王小圈 快点了 跟我走 逛姐姐 好嘞 王小圈 那个我跟她说两句话 马上我就让她去 我有点事 那行 快点啊 串打嘞嘞 这儿呢 二十串 一根都不少 天哪 肉呢 我替你撸了 我说我的肉 你这撸了干啥呀 你不吃的话不凉了吗 那你吃了 你解账了 平啥我解账啊 那你把肉吃了 你平啥不解账啊 小美烈 小美烈 我解 行 你就这样啊 你小的就记住 我家小美烈 我就是养着她 我将来喂号的 也到不了你手 哎呀呀你行啊 我现在就告诉小美烈 说你给她鸭鲁串 你等着 你等着啊 小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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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哎 刚才你女的谁呀 我女儿 哎呀你女儿太厉害了 那叫啥厉害 她妈比她还厉害的 啥厉害就看着我 就不让我吃肉 全家人陪着我不吃肉 一挺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 这不拿你当兔子养了吗 哎不如兔子的 那兔子偶尔还能吃个胡萝卜 啥的 我吃到晚上一瓣绿 你也太惨了 哎你媳妇属啥的呀 属羊 这就对了嘛 属羊的吃草嘛 像我的属虎的 我就得吃肉 你属虎的玩手鸟啊 是啊 属羊的就吃草 属虎的就吃肉 那你属啥的 我属狗 小美烈大哥 你吃的有点杂呀 行了 我给你炒骨肉相连点 你不要骨头 就姨妈来肉吧 给我来二十块肉串 行 我买一正一 我给你烤四十串 这又来两大咬子 给你四个 哎呀老板娘 这差点太差了 光龙打岔的战术 我让你看 我怎么用这个战术 化解矛盾 哎呀 吹吧 哎呀 人家说了你一通 你假装停不见 然后你就化解矛盾了 对 骗谁呢 你肯定输 哎呀我跟你说啊 愿赌服输 你输了你可不能反悔 我要是输了 这二百块钱归你 好 你要是输了呢 再给我二百块钱 好嘞啊 啊不是不是 我把二百块钱还给你 你把这么口啊 你要是输了 你得交我二百块钱学费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不能输 哎呀 你看看那谁输谁有 好 那咱就诟一回 看着 看着谁输 还是谁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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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酒啊 哎 快点喝水 好 我自己来 我就跟你道 哎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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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家里来个企业 他把沙发做坑 我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呀 啊 你说你这一天天懒的 天天闲着也闲不够这人 嗨嗨说你呢 老爸 这有外人 你这么一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 哎呀妈 我我也没听过来 咋咋夸你了呢 我我这叫夸你吗 你把那话再说一遍 我说你懒天天闲着也闲不够 老大就你听见了 闲不够 都听见了吧 他说我是一块 他永远都鲜不够的小鲜肉 哎呦我爸呀 他小鲜肉 瞅瞅你那堆囊囊吹 最可爱 不是老伴 这辈子 除了你 我谁都不爱 这叫踏倒的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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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上上了 你说你今儿子这么一打叉呀 打得我这心里很热乎辣的你 哎呀亲爱的老头子 那你要再过来我就该躺着了 哎呀 老范呢 老范呢 赶紧商量点事呗 啥事 哈哈哈 厨具一趟 替我买点菜 哈哈哈 拿钱 哎 哎 给 给五十 不够 啊 老范呢 早点去早点回来 哎哎哎哎哎 吃老东西